你 余长衙 金芬 金芬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我以为你在里面遭多大的罪呢 现在看来还不错嘛 你是来救我的 你舍不得我是不是 快别给自己加戏了 我今天来 主要是想问你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问 你进宫来不是为了害他的吧 很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 咱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虽然你又妖孽又自大 又讨厌又烦人 但咱俩还是朋友嘛 我可不想与朋友为敌 那 如果我是来害他的 我们就不是朋友了 那肯定啊 他是我的夫君 谁要是害他 我肯定得跟他刚到底 放心吧 我不会与你为敌的 那我就放心了 可是 明明是我先认识你嘛 什么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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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怎么不说话呀 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我就是过去问那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 动你玩呢 你去内宗司 就有人过来禀报 没事了 没事了 生活真美好 有你在身边更好 陛下 陛下 于长崖在内宗司待了很久 陛下可查出什么来了 陛下不提 臣都快忘了 于长崖一事 臣已经查得很清楚了 陛下说来听听 于长崖确实是西月前朝太子 臣正想向陛下请旨呢 我们正好带兵过去 以离太子为之 逼李远退兵 不妥 李远列兵并未出手 朕就拿这个事威胁他 实在有损我东昊国位 况且朕答应过西月勇士 绝不对他们出兵 陛下 你这叫妇人之仁 朕这是王者仁义 这叫罪以待毙 朕这叫以德服人 行了 又探不下去了 看来臣只能一意孤行了 刘仙 于长崖现在在内宗司 在这皇城之内 你确定有这个本事带他走 臣有没有这个本事不知道 但是这个人肯定能到臣的手上 栓子 传旨 让小唐看好于长崖 朕就不信 在这皇城之内 有人从我的眼皮底下带走人 是 走 等 等一下 哎 干嘛啊 你是谁啊 别废话 赶快走 你不告诉我你是谁 我不会跟你走的 你 怎么跟你娘一脸 干什么呀 哎呀 站住 你谁呀 你被鱼裙传牙干吗 他们进那边 快追 赶紧追 快 娘 快 快 快 这边 这边吧 这边 追 皇上 皇上 太可怕了 刚好有两个换人往那边跑了 上 你们 跟我走 应该还没跑远 太恐怖了 吓死了 可怕 我的妈呀 累死我了 太累了 我完了 你怎么在这儿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我 我 什么我 别让她跑了 快追 快 等我干嘛 我 你 你说呢 我 我 快想办法 张浅 张浅 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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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走走 你闯的话 我不得帮你平事吗 去吧 现在没有别人 朕给你个机会解释 解释什么 余长崖是不是你放走的 怎么可能 我怎么能放 是我放走的 是不是你爹让你这么做的 不是 那是为什么 我当时就 我 我能怎么办啊 你明明说过 朕跟你爹之间你会先选朕 但是今天你先选了他 不 我不是 余长 朕看明白了 你就是先选择 做流蝎的女儿 后选择做朕的皇后 是朕看错你了 你在说什么呀 我说了 我真的不是为了我爹 那是为了谁 人是我放走的 但我真的不是为了我爹的 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你要朕相信你 你连个合理的解释都没有 你让朕怎么信你 要解释的相信有什么用啊 相信就是相信 相信要什么解释啊 你不信就算了 人是我放走的 我现在就回宫等着领法 皇帝陛下 我娘说了 只有坏人才老觉得 别人做什么都是害的 你是谁啊 我怎么没有见过你 我是 你躲在这里干嘛 我做工啊 我从家里跑出来的 为什么呀 家里人对你不好吗 师父 是我先生打了我一顿 我不高兴 不服气就跑了 先生 娇叔先生 我娘说了 娇叔先生都是好人 我猜呀 娇叔先生打你 多半是为了你好 嗯 是啊 现在我知道了 先生有先生的道理 是我做得不好 对嘛 只有坏人才老觉得 别人做的事 是为了要害他呢 我一看你就不像坏人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哎呀 听都这么晚了 我娘该着急了 下次见到你 我再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吧 再见 谢谢 难道是他 嗯 我是说过在你和我爹之间会选你 那是我娘啊 我有什么办法啊 帝王兴 都是骗人的 我才不要你的帝王兴 谁要谁拿走 啊 刘夕 哎 你捡到了呀 我东西给我 这我是是我捡的 那是什么就给你啊 你在香楼殿门口捡的东西 那不就是我丢的吗 哦 这条路四通八达的 谁都有可能在这儿落下东西 这怎么证明就是你的 你故意找茬是不是 那你告诉我吧 这东西从哪儿来的 是陛下给我的 说是他娘的遗物 很重要 你快点给我 黎妃娘娘的遗物啊 那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怎么随随便便 把它扔出来了呢 我不是 你看 这里被你摔了个口子 这要被陛下知道了 那得多上心 那怎么办啊 别说爹不帮娘 爹出宫以后 就找能人巧匠把它修好 修好 修好了再给你送回来 你有那么好心 不信拉倒 黎妃娘娘的遗物 被皇后摔坏了 又不是我摔坏的 那拿回去 那我拿回去 陛下 你还没打开 他也没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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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戈 这边就追论到 我还是去 我没打开 我没打开 你